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本地的欧西 E-Segment 房车 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很多人把这个 E-Segment 的房车 当作是老板车或者是行政房车 通常都是公司的高层或者老板才会去选择这样的车子 因为这样的车子可以凸显自己的身份象征 而且老实话马来西亚的 E-Segment 车站 基本上设计的都还蛮漂亮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在马来西亚的四款欧洲 E-Segment 车型 第一款要聊的车型就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五系列小改款车型 目前五系列在我国只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0L 涡轮增压引擎的 530i 还有2.0L 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 530i 这一次五系列小改款的售价和上一代的车型相比 没有太大的增幅 而且配备上面也进行了升级 可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小改款五系列的外观设计 首先在头灯组上面它采用了和7系列一样的设计 取消了原本BMW家族很喜欢使用的那个天使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头灯组设计看起来更方正更成熟更电压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看法呢? 至于在这个水箱护照啊 很多人说BMW的水箱护照越做越大 但是这一次五系列小改款上面 它的水箱护照面积其实并没有太大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整个车头设计 让它成为我个人最喜欢的欧洲一行们车型 至于在车尾方面 它的设计和小改款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是改动了这个尾灯组内部的灯源设计 它采用了时下流行惯用的这个3D立体式LED光调 看起来识别度很高 所以这辆车整体的搭配我个人会给到它85分左右 一般上欧系的e-signments 但性能方面都不会太差 530i采用的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258hp 峰值扭力350Nm 匹配的是8速的自拍变速箱 0-100的加速表现为6.2秒 这样的实力已经很出色了 但是在530i上面它的实力更出色 因为它有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关系 加上这个专属的Extra Bush模式 使用了这个模式之后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可以达到290hp 峰值扭力420Nm 0-100的加速更是只需要5.9秒 所以理论上不管你买到哪一款车型 它的动力表现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在先进主动安全配备上面 其实一开始登陆我国的5系列车型 是有这个Driving Assistant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 只是后来CKD 之后被取消 而在小改款车型上面 这个安全配备终于回归了 包含了带Stop&Go功能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离警示 车道偏离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所以现在5系列的配备已经是非常的完整了 所以让它成为我国市场最值得考虑的一款E-Segment 车型 第二款要讲的车型 同样的是小改款的车型 它是E-Class 不过这款车型还没有正式在我国市场开售 可是我们的邻国泰国实际上在今年的2月就已经发布了 所以马来西亚市场发布应该则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且相信这一次它同样会以CKD的方式翻售 和小改款的5系列一样 小改款的E-Class 在外观设计方面也是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在小改款之前的车型 我个人觉得它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有那种商务气息 可是在小改款之后 它的外观设计变成了更加的年轻化 老实说一开始看到这款车 我是有被颠倒的 尤其是它的头灯组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圆润 而且很好看 内建的也是这个Multibeam的LED光源 至于在车尾部分 它看起来有一点像是这个Fastware的风格 而且它的LED尾灯组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如果我不说它是小改款的话 搞不好你会认为它是一款大改款车型 在外观的设计变得年轻化 可能是为了要去符合一些比较年轻老板的需求 可是在它的内装设计方面 对比小改款权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了 依旧还是采用了两个尺寸非常大的荧幕 一个是数位化预表 另外一个是它的车载主机 而且这个车载主机还支援最新的MVUX 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支援HIMASYS的语音控制功能 另外一点就是小改款的车型上面 换了一个设计我觉得还不错的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至于在它的安全配备上面 因为其实Mercedes 的车款 大部分都会搭载一部分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自动紧急刹车和前方撞击液晶 而我相信在小改款的E-Class上面 它应该也会有一些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再加入到这个车款上面 例如说主动是定速巡航等等 而在引擎的配置方面 我们暂时还没有消息 马来西亚版的E-Class 小改款 会采用什么样的引擎 但是基本上应该都是这个2.0公升的涡轮这样引擎 并且有高功率跟低功率的版本 另外Mercedes 目前在国外主推这个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版本 可能也会有这个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动力配置 预计这款车可能会在今年的第四季 也就是9月到12月发布 大家觉得会卖多少钱呢 第三款车型同样的还是小改款的车型 同样的也是刚刚登陆五国市场 它就是Volvo X90 小改款车型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有两种引擎配置 也就是T5 单涡轮增压的版本 还有T8 Recharge 就是双引擎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 在外观上面 小改款跟小改款之后的X90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做出改进 Volvo X90 的整体设计风格其实还是比较成熟稳重的 然后带有一点北欧的这个优雅 它的头灯组辨识度非常高 因为导入这个索尔之锤的这个日行灯设计 而且你在开启方向灯的时候 它也会是你的方向灯 晚上的话这个头灯组的辨识度非常高 这次小改款改变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车尾设计 老实说小改款之前的X90车尾设计我个人并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在这个小改款之后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风格还不错 你觉得这个X90小改款的整体设计风格可以给到多少分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内装的设计风格基本上跟小改款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一处进行了改动 就是T8的版本原本那个很漂亮的水晶排档杆换的设计 而新的水晶排档杆的设计我个人更喜欢 非常的点眼 只是缺点是时常会沾上你的指纹 所以这一点如果你买了这款车 你真的要时常的去清理 而作为一台E-Segment的车官呢 X90的空间表现跟舒适性表现 我觉得都是在E-Segment里面最顶级的那个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后座基本上只能乘坐两个乘客 因为如果你有第三个乘客坐在中间的话 因为它中央鼓起的面积真的非常大 所以中央的乘客可能会不舒服一点 但是不管是悬吊还是座椅的舒适性上面 我觉得它都是最顶级的 而在安全配备方面基本上你不用担心 不管你是买到T5还是T8的版本 它们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含了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易易警等等 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到 因为Vovo 毕竟主打的就是它的安全性 所以它们并不会在这个安全配备上面进行严格 而这两款车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它的引擎 在T5的引擎配置上面 它搭载的是2.0公升的单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254HP 峰值扭力350Nm 匹配的是8速的自排变速箱 0-100的加速为9.8秒 至于在T8上面 因为它有差变式混合动力引擎的关系 所以在综合的最大马力达到了407HP 峰值扭力640Nm 0-100的加速表现只需要4.9秒 不过因为安全旅游 所以目前Vovo Malaysia的车款 急速都限制在180公里 所以你要踩都踩不快啦 至于在售价方面 S90因为是CKD的关系 所以目前享有100%豁免销售税 不管是T5的车型还是T8的车型 价格其实都非常的优势 最后一辆要讲的OCE segment 就是Audi A6 其实新一代的A6 是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 只是因为原厂还在重组的阶段 所以它们的声势是稍微低一点的 可是如果你去到Audi Malaysia的网站看的话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新车 Audi A6就是其中一款 如果说前面介绍的车型是成熟稳重 还有科技感的话 那么Audi A6就是非常的有前卫感 尤其是它的头灯组跟尾灯组 相信大家都知道 Audi有一个外号叫做灯舱 也就是它们在设计灯组上面是非常用心的 如果你去看看这个新的Audi A6 你也会被它的头灯组还有尾灯组所震撼 里面的细节非常的精致 设计也很好看 你开出去就是整条街最亮的窄 在内装的设计方面 A6 的整体铺层 其实还是成熟稳重为主 可是人家用两块大萤幕 Audi觉得这样太熟悉 它直接用三块 一个是数位化仪表 一个是触屏主机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冷气 还有音响的控制面板 它直接用一块大尺寸的触屏替代 看起来非常的酷炫非常的前卫 但是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要忙操作 这样的设计就会有一点点的问题了 而且时常会沾染指纹或者误触的情况出现 所以好不好就看个人的选择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内装的设计的 至于在安全配备上面 Audi A6 同样的也是包含了非常多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基本上和之前阐述的车款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再不多做重复了 Audi A6 是四款车型里面 售价最贵的那款 超过60万令吉 为什么它那么贵 第一点就是因为它是CBO的车型 第二点就是它的引擎排气量非常的大 它搭载的是3.0公升的TFSI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了340HP 峰值扭力500Nm 0-100的加速是5.1秒 匹配的也是8速的自排变速箱 这样的性能放在这四款车里面 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只是输给了这个S90T8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但是它并不需要充电 所以基本上它无时无刻都可以保持这个峰值扭力 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这一点就很值回票价了 只是引擎的排气量太大 导致了它的售价高昂 如果说原厂可以引进2.0公升的版本 我相信售价会低很多 在路上的能见度也会更多 OK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四款欧洲的e-Sengman房车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 其实基本上每一款我个人都很喜欢 但是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会选新的5系列 你们呢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 然后多多分享 重点是订阅我们的channel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